立法會議員陳學鋒 我是立法會議員陳學鋒 我們站在的地方是我成長的地方 我的根就是堅離地城西華 所以我自己很熱愛這個地方 比較有空或是下班或是開完會 就會在街上走一趟巡區 或是跟別人聊天見一下 了解一下區情 我覺得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喂 子媛 你好 學鋒哥 我看見甚麼 我看這裏應該是西環最有名的石牆樹 是呀 你們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其實這棵石牆樹也有歷史 因為過往這條路樹沒有人管 有些人說這棵石牆樹是過百年歷史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 都是比較原汁原味的生態 所以聽你這樣說 其實這棵石牆樹可以說是無心插樓 是呀 是呀 其實我們在社區工作很多時候都是無心插樓 我的恩師 越國謙 我讀完書 他說有沒有興趣我請人 在社區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譬如我們的根不只是一代 其實是每一代這樣搭上去 我覺得做社區其實就是一代成一代 培養下一代再接牆 那社區才能夠延續 我們的根才能生得密 經常聽到你提及 就是以人為本 你怎樣看這四個字 這個是不是都是你自己 從地區去到立法會一直堅守的原則 一個社會 一個政府最重要是甚麼 令到市民感到滿足感 如果他們的生活條件都不能改善的話 其實很難在社會裡面感受到滿足感 長期當然希望做好規劃 事實上很多地方 很多交通配套 居住環境的問題 今屆就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第一屆的立法會 人數方面都是上升到九十人 有一些議員反映 人數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議員可能要排隊 等口頭質詢都要等整個月 那你怎樣看呢 其實我正正覺得人多 今次有不同的專業 不同的界別人士 這個重要的 因為過往我們只是在立法會立場的辯論 現在我覺得更加重要是在民生議題的造焦 譬如房屋可能有些政策研究員 有些地產商 也有些居民的代表 能夠就著一個真真正正的居民關心的議題 去進行這個激烈的辯論 去得到一個中間的方案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現在立法會是能夠發揮到這個作用的 其實你問我今次選舉 很多市民其實心裏面還是有股氣 如果我們政府能夠做得好 我相信這股氣會慢慢輸出來 我很希望特首第一 要做好自己的本份 以人為本 令到我們的社區更加多關愛 第二我們真的要大家一齊貼結起來 多些和解 再出發 這個字本身就是我們出發了 現在再去多次 香港曾經揮煌過 但是經過19年的黑暴事件之後 其實的而且確令到香港暗淡了 我覺得在現在 我們應該是把那些黑暴送走了 我們應該是真的認認真真 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 令到香港的市民得到滿足感和幸福感